大神將來囉 官將首出動 在民俗中象徵保護主神鎮煞除煞 為11月6號舉行的啟動文化祭 來送紅骨貴 向神明發出邀請帖 邀請眾神來參加活動 那在這個傳統我們的那個節氣裡面 立東是一個要進入冬天的一個時節 那大家會習慣在這個時候 做普通的動作就是夾暴 那我們就大大姐文化基金會在思考這個事情 有沒有可能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啟動文化祭 以一種文化普通的概念 在這個立東前邀請大家一起動起來 然後在社區裡面一起經營 這樣文化的一個傳承的工作 今年幾年是那個第九年 正是第九年的時候 這個幾年的活動是很有意義的 要保備我們大家 當天可以平安順序和好修行 由大二節文化基金會主辦的 啟動文化祭 從2013年就開始推動 舉辦的時間選在立東十節 邀請二節 三節 四節地區的 五大廟宇 重現鎮頭文化 今年也不例外 不僅補東還要祈福 人神都要一起來打敗病毒 秋收東廠我聽說 辦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 尤其是今年疫情蠻嚴峻的 希望說藉這個活動跟眾神 他的鮮赫身為來庇佑 我們的疫情能夠早日來消毒 來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眾神的朋友 讓今年都可以平安順序 利用寶島這個節氣 來用藝術文化 來給大家寶島 也給大家平安過一個年 這就要是文化和綜合結合 也是我們傳統農業社會 我們說既黨 剛才給大家報告 既安 好年黨 也是共同的希望 今年又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既黨更加重要 希望在修行的保密集 我們這個疫情 快要過去大家過去想想 早期廟會節慶 每戶人家都會準備 昂骨粿來拜拜 之後會分送給親朋好友 一起分享 預告宴客日期 啟動文化即將生活 結合節慶與藍陽味 用藝術文化養生補器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漢彩縫報導